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表情非常的严肃 也看起来很憔悴 很累 好像整个晚上都没睡觉一样 那么在他们家这边出来 因为很多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 将他团团的包围 那么他看到很多的记者的时候 大家提问他只简单的说 让我赶快去大安分局吧 接着就搭车离开 这是我们看到8点20几分的时候 他在他们家门口最新的画面 我们看到李光头的就是柳成泽 当然大家一顿纷纷 有人说这个李光头的意思 好像就是在忏悔 希望有新的开始 但我们也不知道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后来呢 十分钟之后他就到了大安分局了 好不过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刑责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了解 52岁知名导演纽成泽 5号被爆出圣贤性侵剧组女工作人员后 始终神隐没出面 而他昨天晚间在联署上发文 表示自己压力很大 不过将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勇于面对绝对扶回逃避 而柳成泽最后也提到 将会在今天早上八点半 主动到大安森局出面说明 所以我丢给他之后 如果律师指出 因为柳成泽设犯性侵重罪 在警局做完笔录后 很可能会被移送台北地检署附训 之后有可能会有请回限制住居 或是交保等处分 如果有逃亡或是串政之余 也可能向法院申请羁押 但律师表示 因为柳成泽是主动到案说明 所以生压几率不高 但他将也面对强制性交罪的刑责 依法可判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友情徒刑 柳成泽目前无法再当导演 拍摄到一半的电影跑马 也传出剧组已经全部先解散 损失最大的恐怕是 为了细增肥的任先期 他为了电影每天吃六餐 从七十四公斤增肥到将近一百公斤 如今传出电影腰斩恐怕是 白肥一场